中国小伙自学推法 点学神功 直插对手肋骨 不管你是哪国的精兵强将 还是世界冠军 立马攀软倒地 绝对挺不过一个回合 好 观众朋友们 正所谓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我们还竞争当中 打着双掘棍 好 没有错 他便是霍元甲的传人 中国小将霍小龙 没有错 他是霍元甲的传人 实力非常强劲 当年霍元甲立即要打变京门第一 而霍小龙的志向更为远大 他要打变世界第一 霍小龙23岁 来自我们中国的河北邯郸 河北邯郸正是个神奇的地方 出现了非常多的高手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张伟丽 这可是世界 真正的世界第一了 那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霍小龙大时候能成为世界第一 好 来看一下白色拳套 红方选手 金色战袍 也是霍小龙 他不只是霍元甲的后代 而且霍小龙自己也非常给力 自学了推法点学神功 你没有听错 我们正常点学是用首点 而霍小龙进走偏锋 无创了推法点学 好 再来看一下对手 这个大图瓢 这个胡子比头发还多的家伙 尼古拉 马米尼 来自意大利的一名选手 此人崇尚日本武士道 称我们中国武术是娘们拳法 是女人才会练的东西 好 那本场比赛就要霍小龙 用他的点学推法 给这个大图瓢上一课 但是我还是想说 面向上可不止打三分 这个胡子还是有加成 漂亮一滴枣 两个人都是属于 这个移动武法 比较快的选手 没错 霍小龙是在6月30 输了一个K1的选手 所以在输完之后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 心态上的变化 他也是说 其实有一个好的变化 就是觉得自己内心更强大 好 我们看比赛一开始 观众朋友们 这个霍小龙在进攻上 毫不可及 好 你注意看 好 还有飞溪 真不愧是练武中人 这周识还是很多的 而且我们仔细看 霍小龙还是一个反架选手 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这说明他的左手权会更重 但是我们的目光 还是要注意到他的腿上 还因为腿法才是他的拿手好戏 出阵了埃及 那场比赛 霍小龙没有正经打 对 没打 就是憋了一肚子火 来看看剩下这个 是不是都能输出在 这个马米尼的身上 没错 但是反过来我们再说说马米尼 马米尼其实现在你看 虽然他身上这个肌肉 被这个服装挡住了 但其实马米尼 他是一个肌肉维度非常好 非常硬的这个选手 没错 摆住一顿输出 刚才前手的摆拳非常不错 后手又一个摆拳 好 还有最后的30秒钟 但是我们看霍小龙 依旧是步步紧逼 可以说把 把这个尼古拉 已经是逼得退无可退 好 这下应该是推倒 并不会独秒 最后的20秒钟 这下米尼在霍小龙 的确是把所有的这个火气 发到了对方的身上 哎 哎呦 点穴推法 这一脚我们看尼古拉 后齿都吐出来了 好 非常的痛苦 应该是要结束了 没有错 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瞧不起 我们中国武术的下场 好 非常的精彩 也是要么见识到了 霍小龙点穴推法的威力 好 你看 直插对手肋骨啊 好 观众朋友们 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接下来这场比赛 比上一场绝对还要精彩 因为本场比赛 是霍小龙冲击19连胜的一场对局 没有错 观众朋友们 霍小龙在上一场比赛 战胜尼古拉之后 他在两年之内啊 豪取18连胜 那这场比赛就是第19场了 好 表手说来看一下 白色拳套 金黄色战袍 他便是霍小龙 好 他的对手呢 长胳膊长腿 拿来一对乌兹别克斯坦的 退役特种兵 乌斯曼 好 这个加油的胳膊 这个胳膊你就是长啊 一米八九的必然 远超常人了 中级的选手 所以呢 体重来说都是比较轻的 非常轻巧 应该都比较灵活 我这边投赛 霍小龙在征战这个崛起的战绩啊 现在是八战八战 武兹Q对手实力非常的强劲 那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曼呢 今天是首次来到 崛起的内台上 对 一个接腿帅啊 你可以看到乌兹曼 乌兹曼还是做动作 还是比较大胆啊 还比较主动 而霍小龙采用了一种 防守反击的方式 也不着急 后闪反击 乌兹曼一出前腿的时候 霍小龙非常快地反应过来 就防守反击 哇 费之权 哎呦 观众朋友们 霍小龙的左手拳实在是太重了 我们看对方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已经是有些不行了 有些发懵 但是还能打 霍小龙呢 他是一个左撇子 就是左手拳会更重 和张志磊差不多 上场比赛我们也说到了 接腿 不允许接腿 看着小龙 是否能在第一回合去KO 很重的一个中扫腿啊 别足了劲啊 这个时候霍小龙 大龙 再次到地 高扫腿 好 观众朋友们 裁判终止了比赛 也就是说霍小龙又一次KO了对手 又是腿法KO的 好 观众朋友们 那接下来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了 是霍小龙呢 打出国门 打进国际 冲击21点胜的一场 重中之重的比赛 他的对手来说也不简单了啊 是超新兴选手 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赛里克 好 范特比赛开始 金色战袍不用多说了 霍小龙 红色战袍赛里克 好 这场比赛霍小龙一如既往呢 还是熟悉的反架 打对方的正价 我们看这个赛里克看起来很瘦啊 身材比较单薄 但是他是哈萨克斯坦的超新兴 目前的话是八战全胜 其中是有六场KO的 西洋克斯坦的 车子坦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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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观众朋友 让我们恭喜霍小龙 本场比赛 再一次一脚钉乾坤 这脚的话 又是再一次 直插对手的力骨 这脚的确太牛了 我们看对方赛里 客人大哭了 因为脚太疼 好 让我们恭喜霍小龙 同时一份感谢霍小龙 您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